还是这个是巴黎小姐 来 这个我激推给你们 就是如果你有染髮的人 然后呢 你又不想要一直回去不染的人 我教一下你们 你们可以买这个 对就这样 好 这一个呢 在我们的18号车 今天这个东西是什么 道别你染后 褪色之后的那一种干枯的那种大草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你的髮色 可以比较持久性 这个巴黎小姐非常推荐你 而且他们在蝦皮上面 已经是排行榜上面 顶顶的都补下来的那一种 他在帮你补你的发色的同时 也帮你做清洁 也帮你去做你的毛发的柔顺 所以用完之后 有没有人知道 就是染完发之后 是不是都很容易很干 对 除非你有做护发 除非你有做染钱的保养 不然是不是很容易很干 他们家的就是强调这件事情 我先给你们看 他用的效果 有一支影片 我们上给大家看 来 然后有看到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看 他本来染完之后 已经退了色之后 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干干的 但他再用了颜色之后 他就可以吃到他用的 所以我先跟你们说 你反而是已经有 漂过染过的头发 你再来用它 它的上色效果会特别特别的好 好不好 特别的好 然后我先跟你说 这里面该是什么颜色 通通都有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香气页里面的页面 会告诉你说 你原本是什么颜色 最后会变什么颜色 是有那个色卡 但如果你真的是 有一点点疑惑的人 你可以问上家 那我先跟你们说 里面有一个 是大家都能买的 是一个叫做去黄金丝 那个是校正色 校色洗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洗完了之后 你发现开始有点颜色 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怎么没有你染完之后 三到五天 那个那么漂亮 你赶快洗它 那个校色洗叫去黄金丝 你买这一个 好不好 好 那我先跟你说 这个要怎么样子用 先把你的头发打湿 打湿完之后 把这一瓶 均匀的涂在你的头发上面 大概等10到15分钟 然后如果你的头发 是比较硬的了 很粗的人 有没有 你就要再多停留 三到五分钟 然后呢 等你上色完之后 就当做是洗头发 直接去把它洗干净 直接洗干净 所以我先跟你说 水会不会有颜色 会有的 那是正常的 好不好 但是我们这个不是 那个染髮剂哦 我们是补色乳 你要洗它的 好不好 洗它洗它 所以第一次洗的时候 你就先去清洁 第二次洗的时候 你用这个补色洗 所以你要用它的时候 你要先去洗头发 洗完了之后 再用它停留10到15分钟 依据每个人的髮指 做停留的时间点 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这个是 漂发 染髮之后的补色洗 不是染髮 所以你如果没有 漂两过的人 是上不了色的 宝贝 像凯特现在有没有 我是有没有染髮的 没有 我上不了了 你会洗的一个寂寞 好的